火箭替补中锋以赛亚哈尔腾施泰因在昨日与步行者的比赛中扭伤了右角落,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大案,目前还不确定火箭的下场比赛是否能出场,需要在赛前确定。 北京时间10月5日,火箭在主场以100比110不敌硬帝安那步行者,哈尔腾施泰因首次代表火箭出战,其出场11分钟得到9分2篮板一助攻一抢断,投篮5投3中,3分1投1中,罚球2罚2中。 在比赛第四节,哈尔腾施泰因在一次防守中不慎脚扭伤,对此哈尔腾施泰因表示,上场比赛我没打多长时间,再次受伤让我感到有些沮丧。 但我认为,我为球队带出了能量,而这是主教练德安东尼想看到的,对于自己受伤。 哈尔腾施泰因表示,我不知道是不是落地的时候踩到了别人的脚,这令人沮丧。 我昨天跟付出,今天再次受伤,这太不幸了,希望这不会再次发生。 哈尔腾施泰因表示,这是要努力打球,我一直都是这样打球的,球队不需要我得分什么的,就是没办法出活力,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目前而言,我打得还不错,从昨天的比赛来看,哈尔腾施泰因表现确实不错, 因为卡佩拉、内内和周琪因伤缺阵,火箭在5号位的储备只有克里斯和哈尔腾施泰因。 虽然克里斯作为先发,在场得到21分钟的出场时间,但是从攻防两端,克里斯完全不能看,除了偶尔展露一下自己的身体天赋,在防守端被对方针对得要吐血,在进攻端也陆陆无为。 更重要的是其防守掩护,其防守站位,其篮下和篮板的巧位,其对篮板的预判,其对比赛节奏的把握根本达不到NBA级别的, 可以肯定的是克里斯调出轮转只是时间问题,而相对克里斯,哈尔腾施泰因要好太多太多,哈尔腾施泰因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对篮球的嗅觉,其在火箭打进的第一个球便是接住哈登的比大成2加1,现实出位质感失足,手感比较柔软,其技术比较全面,可以在篮下打地位,也可以在外线投3分。 而且还有中远距离的投篮,其篮球情伤很高,显得少年老成,哈尔腾施泰因全场抢下两个篮板,全部都是前场篮板,是火箭在场时间最短,抢下前场篮板最高的球员, 在9分钟的上场时间送出一记助攻,送出一记场段,显示出非常全面,有身高,有技术,而且灵活。 这是哈尔腾施泰因在火箭的第一场比赛,这也是其职业深谣的第一场NBA比赛。 如果不是受伤,哈尔腾施泰因的出场时间和数据应该会更漂亮。 在安东尼顶替克里斯打5号位,说明德安东尼对克里斯不满意,德安东尼在职业生涯并不喜欢新秀赛季中用新秀。 哈尔腾施泰因抓住了有限的机会展示了自己。 下一场季前赛,据西加佩拉将复出,如果哈尔腾施泰因完如果能出场,那么有机会挤掉克里斯的一部分出场时间。 周期目前在队内的位置在哈尔腾施泰因之后,哈尔腾施泰因极有可能连续善业逆袭,哈尔腾施泰因能否能逆袭,我们拭目以待。